玉里正土生土长的陈瑞德吴士杰 每年都在秋节的时候号召身边的好友 一起捐赠礼品给清寒的家庭 今年特别在玉里结合了玉里分局 玉里和卓西民众服务社来发送300份 包括文旦和月饼礼盒以及白米等中秋关怀的礼品 分享给玉西地区的弱势家庭 让民众也能够甜甜的过中秋 玉里土生土长的陈瑞德吴士杰 每年都在中秋节时号召身边好友 一起捐礼品给清寒家庭 今年特别结合了玉里分局 以及玉里卓西民众服务社主任林慧婷 发送300份包括文旦、月饼礼盒、白米中秋关怀礼 上次我们就连结到一个善事 然后他愿意捐我们300份的文旦 还有月饼还有米 然后这些都是那个三星人士他们自由发行去捐赠的 然后这一次就是希望能够我们这些 而且只针对边缘户 那个低收入户啊或者是其他的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发送给他们 然后就是单纯针对我们的玉里跟卓西的边缘户 希望他们在这个中秋节能够过得很开心 一项一项的柚子、月饼、一包一包的白米 玉里分局、分局长以及各分助所所长、里长们也都一起帮忙协助 将中秋关怀礼慢慢的分送给需要的家庭 还有月饼、柚子、柚子 可以让这300多份的物资分享给玉西地区的弱势家庭 让民众也能甜甜过中秋 记者高双双玉里卓西采访报道 我们一起来的总 Groß 我们一起来的从一项一里 然后把钱交双双玉里卓西地区的 我们一起来的古代席 我们一起来的